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她遭了内贼 她被店里的女设计师做假账 偷走了现金 前后超过100次 黑色衣服的女子从柜台拿着装钱的信封 假装到放毛巾的篮子东翻西找 就是为了躲过监视器把钱偷走 但还是全被录下来 凭着监视器 理法店老板终于抓到这个窃贼 就是店里头的设计师 将他移送法办 这个被偷判的老板 就是绰号十把刀的江泥曼 来自香港 他一口气可以拿十把剪刀 帮客人剪法 如果遇上长头发 还会一次拿二十把剪刀快剪 下来台湾在基隆开美髮杀龙 没想到却遇上那贼 你偷了钱也没关系 我原谅你 我一直给你机会 你还理直气算 到处跟人家讲说 你没有拿 你只要回过就好了 因为大家都会有犯错 这个六姓女设计师看到生意好 居然动起歪脑筋 做假账 手夺爆炒 还偷走柜台上现金上百次 吕劝不听 甚至更回呛老板 偷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扬言跟警局很熟 这样嚣张的行径 终于让他吃上 怯道官司 专家新闻李怡婷 基隆采访报道